而展望港股后市方面,中美的紧张局势在过去几天进一步加剧,这方面都会继续拖累投资情绪,不过腾讯昨天是重新录得港股通的资金淨流入,在星期三公布业绩之前,股价很可能会暂时在50天平均线,即是498.8左右是有支持的,而另一方面,香港的蓝筹股在昨晚美国ADR市场是多数上涨, 预计今天港股都可以回稳,恒指的阻力围会在10天线,即是24731,而版材方面来说,澳门公布了星期三将会恢复珠海居民入境澳门的自由行签署,而市场更预期短期内会扩展去到广东省,澳门的博彩股将会受惠,我们建议是趁低收集银河和金沙,而另一方面,由于内银的坏仗准备撥备, 内银的净利润在第二季度明显下降,不过主要的内银股已跌至接近年内的低位,相信已反映部分的负面因素,而内银会不会进一步失手上述的支持位,是短期我们关注的焦点。 今天个股推介会说回中资汽车股,广汽2238,广汽7月份汽车销量达到18.4万架,按年增长了1.6%, 扩大的项目议期,亦都会在今年的2月投产了,新增的产能达到每年12万架,这方面都会有助支持销售增长。 公司年内,亦都会推出8款的自主品牌产品,而11款的合资产品。 加上中央是鼓励内需,相信未来的销售都有提升的空间。 我们给的目标价是8.6,支持价是7.3,谢谢。 本人陈乐宜是证监会持盘人士,从事受规管活动, 隶属海基证券集团。有关牌照详情,请参与以下连结。 其及或其有联系者并没有拥有上述建议互分发行人的财务权益。 以上资料是由海基证券亚洲有限公司提供, 只供参考及内部使用。有关资料是根据或源自海基相信为可靠的资料来源, 但对资料的准确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。 以上资料或有关人士发表的意见并不构成, 及不应该被视为买卖任何证券或投资邀约或邀约招来或恳求。 海基及其高级人员、雇员、代理人及联属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证券或投资拥有利益, 但对于你因使用或依赖以上资料而遭受的损失或后果, 所概不负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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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 clic赞 订阅 订阅 打 打赏标策